当前的国际局势可谓是暗流涌动,此起彼伏,机遇和挑战并存成为最大特点,但机遇独立挑战,起码对于我们是这样,仅其一个消息引发热议,那就是向来十分严肃的焦点港谈,播放了一个间谍案,只是这次间谍案比较敏感与祖国统一有关。 根据公开报道,仅仅是2009年之后的四年间,涉台间谍案变高达40起,这说明问题的严峻,当然这个时刻公布至起见第二局有特别的深意。 当前雪莉亚局势进入深度博弈期,特朗普的疯狂更是直接颠覆了世界格局,让世界局势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重塑期。 特朗普知道美国现在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,曾经要美国轻松减世界,羊毛的手段已经不合使了。 所以特朗普的目的很明确,那就是建立起一个继续维持金融霸权的产业帝国,而不是仅仅的减羊毛。 日本,欧盟都是美国的亲密盟友,过去美日,美欧同盟都是十分牢靠的,主要就是因为过去欧盟和日本都能够依靠美国的霸权体系,盘剥下一层级国家。 现在特朗普不同了,其要求美国只能是地位唯一的产业转移的中心,任何国家都不能从美国赚钱,日本不行,欧盟也不行,而美国的唯一性,让美国的传统盟友,也开始接受不了啦。 按照特朗普的规划,既要从金融上收割日本、欧盟等盟友,也要从产业上围表欧,欧盟,就是明白着硬要马而跑,又不愿喂草。 根据报道,特朗普已经明确将日本作为下一个大棒打下的目标,并且没有豁免权,对于日本来说地位十分尴尬,其没有军事上的真正主权,并且被赌中国也是惨败而归。 在遭遇美国的挤压和威胁之后,日本开始反计了,安倍明确提出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,联合起来应对美国的霸权。 日本财政大城马圣太郎直言不讳地指出,希望日中两国合作进行应对特朗普的霸道财富收割。 不过专家认为,日本合作中国并非真正的诚意,而只是协中国,以示威美国。 日本只是将中国当作要驾美国的筹码。 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晰的认识,不论怎样,日本突然示好中国,对于美国都是一种打击。 当然对于美国打击更大的是,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联合起来抗击美国。 包括美国传统盟友在内的八十多个国家,共同建立抗击美国大权联盟,欧日建立了脱离美元机制,中俄深化合作破解美元霸权体系,伊朗、伊拉克等合作对抗美国在中东霸权等。 近期美国打了十七年之久,的阿富汗又出现重大变化,这个变化对于美国十分不利。 美国防部长马蒂斯紧急赶赴阿富汗喀布尔,希望蒙求与卡利班的逆逆会谈。 但是作为回报,卡利班却向喀布尔机场发射了三十枚火箭弹,遭遇三十枚火箭弹欢迎,显然让马蒂斯很尴尬。 美国希望动乱在阿富汗,而中俄都需要和平稳定的阿富汗。 一个和平稳定且摆脱美国控制的阿富汗利于中俄,在中俄卧选下,阿富汗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塔利班,将在十几个国家的见证下开启和平谈判。 显然这是对美国的釜底抽薪。 美国直接拒绝参加,中东将要失去大半江山。 阿富汗局势不利,美国又将目标盯上了台湾,可谓是盯上了我们的核心利益。 说白了美国就是想拿这个作为制衡我们的资本。 国防部向美国表明了中国军队的奉劝及三个决部的严正交涉。 全国人大委员会更是怒视美国,无视世界和平发展。 外交部对美国发出了强烈不满和敦促,国台反对美国设台调垮,表示了坚决反对,和对稳定局势的不确定性。 毫无疑问我们的立场是明确且坚定的,我们热爱和平,但绝不畏惧战争。 谁敢动我手足,列我卤屋,我们就踢到他的头,斩断他的手,扶手带载,还是反隔一击。 答案很清晰,漂亮小丑,只会哗众取宠,发展才适应道理。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人民都是热爱和平的,所以合作共赢是将来很长一段时间不变的主题。 恐天下不乱者,为美国事业,美国在世界各地煽风点火,制造动乱和杀戮,感当世界巧使惯,其目的只有一个,维护其美元霸权。 世界人民深受喜害,小国敢怒不敢言,只能把希望寄托于中国,天下大同,为中国担当达人。 为帝国主义已经快要掩盖不住他虚弱的本质了,四处出击,想在中东或中国寻求突破,然而没有章法和智慧,只剩下了野马和急躁,这种行为只会压斯奇衰落。 帝国主义都是直老虎,外表很强,实际上不可怕,直老虎,外表是个老虎,但是,事实的,经不起风吹雨打。 要帝国主义干什么?中国人民不要帝国主义,全世界人民也不要帝国主义,帝国主义无存在之必要。 形势很复杂,但祖国统一迎来四十年最大契机。 敌人闹得越狠,台独折腾得越厉害,我们越有机遇。 不要害怕不要退缩,发展好自己,强大才是唯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